四屋雞湯看起來又香又好喝 可仔細看上面飄滿一個又一個 細小白色的長條物 光是湯匙一咬就有二十多隻 這些全都是死掉的蛆蟲屍體 當事人因為客廳沒開燈 導致完全沒注意 就喝了一碗滿滿都是蛆的雞湯 再喝到第二碗時就發現蟲屍 讓他噁心到直接反胃猛挖喉咙 把滿是蟲屍的雞湯都吐了出來 店家是說什麼 就退我一百四十四塊的錢而已 然後他就是我退錢 對 就是我退錢 然後說他們在釐清 我有跟他講說 就是我還是想要知道哪邊出問題 而且這樣子就想要當沒事 我覺得還是不OK啦 實際回到賣場 同一包四屋雞湯料理食品 裡面倒出來都還是蛆 到賣場買東西卻買到滿滿都是蛆的食物 讓民眾嚇了一大跳 怕到以後都不敢再喝雞湯 不過賣場第一時間也趕緊道歉 目前商品已經全數下架 等待檢驗報告出爐後 才會考慮重新上架 記者林醫生 楊雅玲 宜蘭報導